其实我们知道说 这个AIT新管 它当然是盖得非常的雄伟 那维安也是一个升级的 但是大家想要知道说 陆战队真的来的话 它象征的意义是什么 对 这个是前AIT处 台北办事处主任杨淑蒂 他在去年2月15号提出来的 那时候大家都认为说不太可能 那时候现在的AIT 台北办事处主任梅建华 还不自可否 好像说没有这个事情 大家不要再想太多了 但6月12号的AIT的新管落成 好像我们看到梅建华 做了一个比较特别的说法 还是说美国 这个事情不要再做说明了 AIT台北办事处的安全规格 比照美国其他国家 那就露出一个新的讯息了 本来是好像否认的 后来为什么说 跟美国其他国家的大使馆 是一致的 表示什么 美国其他的大使馆 都有所谓的陆战队 陆战队的功能是什么 第一个他彰显了美国的主权 连我的军队在这个地方 保卫我的大使馆 我们按照国际法 大使馆就是这个国家的领土 所以别的 即便你在北京的大使馆 你中国也不可以派什么武警进去 因为他是等于美国的领土 所以派美国的海军陆战队 它是个传统 传统在说 这个大使馆的安全 是由海军陆战队来负责 他相当是一个主权 第二个 他维系的这个使馆的安全 因为他都配有这个轻型的武器 如果有外面的人 冲进这个大使馆的时候 他要做适当的防卫 特别做抵抗 另外当然都是审查 整个大使馆内部的安全 例如说有没有泄密的问题 有没有安保防的问题 或者整个防卫固守的问题 所以他有象征的意义 也有实质的意义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 美国做的下一步就是 他承认了 特别是他透过CNA这个媒体 所以我们看到 在去年杨树蒂讲的时候 大家还好像不置可否 现在美国是透过CNA 这样一个国际媒体 公然的来说 就是有有助这个 这个美国的陆战队 当然我刚讲过 它有两个很重要的意义 一个是象征意义 这就是美国驻台的 比照大使馆的规格 其实我们看到这次的 AIT的新馆 宁静门口就是非常大的一个logo 就是美国国务院logo 就表示什么 美国在来协会 看起来是一个 没有挂大使馆 头衔的大使馆 而且现在加上有陆战队 就跟美国所有大使馆的规格 是一致了 所以它有两个象征意义 一个意义就是主权意义 第二个意义就是保卫 这个大使馆的安全 我觉得时间点很有意思 因为6月26号 美国的国防部长马提斯 外号叫做疯狗 他过去非常强硬 他到中国去访问 他6月27号见了习近平 习近平跟他讲一句话说 这个老祖宗留下来的领土 一寸也不能丢 那这个意义还是什么呢 就是台湾是我们的领土 你们美国不要这样子 在台湾好像有所作为 可是马提斯就当面的对习近平讲说 他说我们跟中国有正面遭遇的一个情形 可能会出现 所以看起来他是蛮硬的 另外就是他刚刚离开了北京 这个消息就透过CNA传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中国来讲 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打脸的 另外我们看到了 同样在6月26号 马提斯访问中国 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美国的雷根号的航空母舰 进入了菲律宾的马尼拉的港口 我们知道自从杜特帝当选菲律宾总统之后 他采取的是一个亲中的 梳理美国的政策 可是我们知道菲律宾的军方 一向是非常亲美的 就我们看到这次美国可以说是 过去这个杜特帝展现出来 就是我跟川普不没有很好 我跟习近平很好 可是现在美国的航空母舰 直接到了菲律宾进入了 表示什么呢 跟美国跟菲律宾的军方的交流 又恢复了 这个当然让中国 也会感到非常的不高兴 但是我们看到了 中国现在除了不高兴之外 他还能做什么 因为我们发现到 台美之间的军事交流 我们刚刚谈过台湾旅行法 川普签署之后 台美的高阶的军事交流越来越多 加上美国卖AAV拐的 所谓的海军陆战队专属的登陆车 我们知道日本现在也很急的要购买 可是我们知道美国是先让台湾来获得 表示美国觉得台湾这方面的防卫巩固 可能比日本更加重要 需求更紧 更紧 所以说日本的专业很急 因为日本也成立了他们第一支的海军陆战队 它很需要 可是我们知道美国认为台湾可能更加的重要 那我们看到在这个马提斯 他现在在访问了日本 访问了韩国 他其实马提斯他最近也特别 在这个美国的海军的这个 海军的学院的毕业的典礼上面 他特别提到典礼 他说现在中国在搞的是什么 明朝的朝共体系 什么意思 就是习近平现在 把决计要当皇帝了 世界各国都要来朝共了 向北京进行朝共 跟明朝一样 好那我现在就是 第一个航空母舰到了菲律宾 因为我们知道 对中国朝共非常明显的就是杜特地 那我就第一个主角了菲律宾 第二个 我强调对台美之间的军事合作 第三个 他强调美日之间的合作没有改变 美韩之间的合作也没有改变 好我们回头 刚刚讲到这个AIT 范老师有一个说法 我觉得他的形容让观众都比较听得懂 因为他说的这个是 有国务院的logo就挂在外面 所以他是没有挂大使馆名义的一个 大使馆 其实我想要请教这个校伟哥 那像是这个陆战队 如果说真的他进驻到AIT 这是不是他们一个维安方面的惯例呢 好 就是说当然我们看到美国在 对那个驻外使领馆上的维安部分 他的确他会透过一个叫美国陆战队 那个美国陆战队 他底下有一个叫使馆警卫连 他一共九个连 然后大概总兵力是1000人左右 但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说 1000人如果真的都能够派来台湾 他大概基本上来讲会分成到 那个135个分遣队 然后135个分遣队 也就代表每一个分遣队大概六个人 然后大概要进驻到 大概一百七十几个国家的管处 所以就说好 假设这个事情真的能够乐观到 就是说最后美国真的派陆战队来台湾了 一共六个人 六个人 其中一个是士官 就是一个班长 然后其他另外有五个 阿兵哥 这几个人来 如果是做什么事情 在使领馆里面 他们就负责一班的安全的 等于门口站卫兵 去站站卫兵 然后如果就说真的碰到很严重的示威抗议的时候 就要趕快把门户通封好 然后把催泪瓦斯准备好 因为还真的冲进来 如果看那个电影雨果出任务 你就知道真的冲进来的时候 还不能开枪 因为开枪以后 他们如果最后一定被攻破 那攻破以后 这六个人最后怎么样 会被人家搞不好拿来火烤生人 然后掉在门口 这是有可能 所以他们只能大概会用 他们的确有佩服那个石弹跟那个枪 但是他们一般人会用催泪瓦斯 试图延迟这些攻入 那个使领馆的这些人 然后另外他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当如果这个事情 这种状况之正发生的时候 在延迟这些要的那个暴动分子 攻入使领馆的时候 他要让这个所有一些大使馆里面 这些机密文件要快速销毁 比如说要坎外 还有几个人去拿斧头去砍硬碟 然后把一些机密文件 送进焚化炉去焚化 然后这是一种可能 然后另外一个可能是什么 这是美国人要撤侨的时候 那如果撤侨的时候 对不对 那他基本上在撤侨前 因为这个地区一定开始 已经进入动荡跟不安了 所以他会发布各种的旅游警示 然后但是还是会有一定程度的 这些使领馆人员 重要的一些 跟那个当地有一些关系的 这些重要的美方人员 会留在当地 这些人他们其实会有一个 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联络系统 以目前还没有搬到 内湖新管来讲 就我上次侧面了解 他们在台北市 规划了三个撤侨点 也就是这个撤侨点是干嘛 就一旦当状况要提升的时候 他们就要利用这个撤侨点 把人员撤走 那我2003年的时候 在关岛看美军演习 看过他们怎么做撤侨 也就是当他们撤侨的时候 他们大概需要一个像 学校运动场大小的地方 然后会有先期的 就说联络这几个人 要负责跟美军的 两栖攻击战队 进行联系 联系了以后 美军的攻击战队来 有点像是占领了这三个 这三个操场 然后之后会马上 把一些主角设施架设起来 然后受到通知的人 他们在得到 不管是用任何方式 得到这个集合的讯息以后 就会到这三个集合点报到 然后经过身份验证证 然后把他们送上飞机 然后再走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知道 这些六个人员 他们如果在这边的话 大概是做类似像这样的工作 就平常门口站站卫兵 然后如果碰到紧急状况的时候 紧急状况处理 然后事前一些相关事情的联系 那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说 如果说今天 因为其实以美国来讲 美国在对非邦交国的 这个军事使用上面来说 其实是有相当多的限制 例如说 我们看到过去像 921地震的时候 美军的飞机 送这些物资来台湾 921地震的时候 他们的飞机来 通常以美国国防部 现在的规定是 你像这种基建来台湾 对不对 当天到当天一定要走 就是你不可以 当天一定要走 对你不可以留在台湾过夜 所以像 这个规定现在有一点点放宽了 就是说像过去我们看到 这种人造救援灾难救助的 这个飞机 好像那个大型运输机来 它甚至于降落之后 对不对 发动机不关的 把尾门这样打开 你东西卸完之后 飞机尾门一关 好像就走的 然后或像 我记得最近的一次 2011年 那一次有一次 因为好像AIT家 有一个雇员 家中小孩有状况 那需要一个比较大的运输的方式 所以美军那一次 派了一架KC-135加油机 然后从琉球飞来台湾 然后降落以后 大概在台北 那个送完机场 待了大概三个多小时 人员然后床 这样整个运上去以后 然后飞机飞走 那当然现在我刚刚说 有一点点小小放宽是怎么样 就是对于他们的行政专机 就是你知道美军也有 这种行政专机的这种部队 就是专门带着这个大官 到处跑来跑去的这个单位 那像过去 他们在这些 比如参众议员来台湾 飞机也是降落 参众议员下到飞机的时候 飞机要马上飞到琉球 然后等到这些人 那个结束以后 再从琉球飞来台湾 把人接走 那但现在稍微放宽 就是这种情况的飞机 如果只隔个一天 就比如说今天到明天走 那你可以在台北 开放过夜 可以过夜 过一个夜 然后如果不是的话 对不起 还是得要回到琉球 那这样像你看 八八风�灾的时候 更明显 美军那时候来 协助救灾的这个直升机 它直接一艘船 那个两栖船物运输舰 就停在12海里外 然后你飞机在台湾 进行这个吊挂作业 吊挂完之后 晚上人员跟飞机 全部要回到船上去 那当然 其实当时是有留一些 联络官住在台南基地里面 但是相对来说 非常非常非常的低调 所以整体来讲 台美之间的军事交流 并没有像最近 这几个法律通过以后 然后就是说 这些实质的 大家看到的层面 会有那么大的提升 然后如果说我们刚刚讲到 就说好 如果最后不是陆战队来的话 美国国务院 他们就是国务院里面 自己也有一个 他们叫做一个叫做 国务院外交安全局 Diploma Security Service 他们其实也有 其实就是雇佣 那些美国的 这些特种部队 或者说这种陆战队 退役的人员 去那种什么 叫做民间保全公司 什么叫民间保全公司 就是黑水公司 类似像这样的指示 如果你看那个 班家系的秘密士兵 你就可以看到 他们前面 跟着那个大使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这些人呢 就是属于像这样一个 外交安全 外交安全局的这些人员 还是会有这种 民间的雇员 因为军队的 军队就是有军阶 有军职身份来台湾 相对来说会比较敏感 那你说AIT里面有没有 那我可以跟你说 现在其实也是有 但是呢 他相对来说 他不会让大家 一般你不会了解到 他其实是军职人员 就是他们来 还会透过一些 类似像这种 就是退役 或假退役 这样一个情况 在台湾来讲 就是说其实美国国防部 对于人员来台湾 限制是相当相当多